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角 我是你们的角师傅 在上一期的宝马五系的视频下方 就有粉丝留言 说想看一下全新一代的奔驰一级 没有问题 角师傅就是这么的重粉 你看看我身后的这一款是什么车 全新一代的奔驰一级 我们眼前的这一款 就是全新一代的奔驰一级 底盘代号为V214 那么这款车已经正式上市了 它一共有6款配置 低配版本就是E260L 高配就是E300L 那么E260是有两款配置 一个就是力标的 还有一个就是大元标 价格是44.9万元 那么E300L是有两款配置的 一个是时尚型的 价格是499,800 高配车型就是豪华型的 529,800 首先说一下新车的尺寸 新一代的一级 它的尺寸要比老款 更进一步的加长了 长转版本 它的车身长度是超过了5米 5092毫米 轴距是超过了3米 3094毫米 那么整体的一个造型来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尤其它花生大灯 还是开了眼角的 眼角开的有点大 我个人觉得 那么整体的气场还是不错的 如果要我买的话 我肯定是买力标的 车尾的新的元素 就是它的尾灯了 新灰标的尾灯 有人说像是雅迪电动车的车标 不管怎么样的话 它尾灯辨识度也是比较高的 大家通过视频看 可能会觉得有点像黑色 其实不是 它有一点发红颜色的 这么一个效果 官方给出的名称叫红宝石黑 看在阳光下 你看这里它会有红颜色来显现 在暗区的话 就有点黑色的效果了 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神秘 首先就是前排 哇 这大屏幕 三连屏 这是传承了奔驰S级的设计 哇 它是带螺眼3D效果的 当然大家通过视频是看不出的 这个还有大家亲自去店里体验的时候 来感受一下 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把S级上的那一套 螺眼3D是搬了过来 那么重点来了 就是这两块屏了 有点像Super Scream的屏幕 那么这块屏幕 其实可以看到 它是一整块玻璃覆盖上面的 那么尺寸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副驾驶这块屏打开之后 你可以通过这里面去操作一些 你想要的一些应用什么的 不过它这款屏是没有防窥效果的 也就是说 主架也能看到那块屏里面的信息 那么这一块屏后面的车机的芯片 8295的芯片 也是目前豪华车里面当中 它使用的最高规格的一个芯片了 那么流畅度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敏捷 非常的丝滑 你看了吗 完全是没有延时的 就是这个图标看上去蛮大的 有点傻傻的感觉 是不是 现在也可以看爱奇艺了 那回想一下我第一代的MBOX的车机 那么第二代的车机确实是有质的飞跃了 包括语音识别也是 这个功能性太强了 而且这台车它的空调 出风口 方向调节 我暂时不能空 我暂时不能设定温度 再见 还有就是它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看见了吗 它这个出风口是可以自动调节的 这也是奔驰一级最新的一个改变吧 那我们知道原先像皇冠上是有这个自动空调出风口的 现在很多新动员车型当中也有这种设计了 那么奔驰一现在才能使用 不过也好 我可以随时为您处理事物 请你打电话给某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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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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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太灵敏了 只要说奔驰他就自动唤醒他的语音 这个真的 这个车机系统 车机芯片都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丝滑 视线再往下走 这就是他的驾驶模式的选择 这也没什么可说了 节能 舒适 运动 还有一个自定义 个性化 那么这里就是车辆的一些设置了 比如说HUD抬头线 智能领航什么的 这就是360的全影 这是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两个杯架 范围灯 这个范围灯 也可以说一下 奔驰的范围灯 绝对是在豪华车里面是最骚气的 好 我们现在是做到了后排 来感受一下 加长之后的新一级的后排 那么首先就是它的整体的舒适性 非常的不错 包括头枕 座椅的靠背 包括坐垫 你看这个坐垫 又往前延伸了一块 整好大腿完全全的都被蹭脱了 这个坐垫 你看了吗 它扁了 然后伸起来 看到了没 电动调节的 包括座椅靠背 头枕 都是可以调的 而且在后排 就是副驾驶 后面这个位置 它又是老板件 包括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都有的 功能性还是比较强的 包括头枕 头枕也是很软和的 要比宝马5系的上面头枕 还要软一点点 分围灯 一圈的分围灯 包括马桶 这一个一圈的分围灯 舒适性完全没毛病 包括头枕上方的 分段的 居顶天窗 就是这个画龙镜没有了 E级它这个发动机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MR54的2.0T的发动机 分高低功率 260版本的 它是150千瓦的最大功率 风车扭矩是320牛米 然后E300L是190千瓦的 然后400牛米 都是配了一个ISG的小电机 可以额外提供 17千瓦200牛米的 一个扭矩输出 所以E300L这款车 百功率加速 是可以达到6.6秒 提速还是可以的 不过当然跟现在 新东原新势力车型 来相比的话 它这个提速 就微不足道了 6.6 人家都多少了 4.几秒 3.几秒 对不对 但是如果要和上一代的 E级相比的话 还是快了0.3秒 所以如果你想买 新一代的E级 一定要上它的E300L 这款车 高供的R0T 开起来的脚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要为了面子 买它1260了 强烈推荐E300L 那么刚才我说了 这个奔驰翼 确实现在它变化很大 刚才开了一圈 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首先就是2.0T的脚感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M254加上48V清魂 和我之前上一代 开奔驰翼 感觉大差不差 包括GLC整体的脚感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么唯一要说 就是新一代的 奔驰翼的底盘 更舒服了 更有韧性了 尤其是走减速带 那么再有 就是车内的音响 柏林它这是选了一个 带4D效果的 就是座椅后面带有震动的 这个低音的震动 刚起初 我还以为是 共振了 露窃了 其实是带有4D效果的 侧面可以说 这个就是音响音质 和驾乘人员的一种交互 舒适性是没有问题的 一级没毛病 这款车我个人觉得 44万9 就是45万块钱起 等优惠吧 现在我估计 优惠很快就到了 因为GLC现在才刚上市多长时间 那我相信奔驰翼级也很快 就会进行放假 让我们关注一波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奔驰翼级太火了 就在我拍摄当中 来客户了 现在变成GLE了 这是他们警方商的销售 把客户开到停车场 然后把我奔驰翼开走了试驾去了 那我等会他 我再把车拿回来 再还给旧行商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女教授 再见了